中文字幕——YK 大秦帝国 黑色列变 第八掌 政侠发难 一 黑色鸽子飞进了神农大山 天高云淡 一只黑色的鸽子带着晋级的哨音 飞过秋草枯黄的渭水平原 飞过南山飞进沟壑纵横的绿色苍茫之中 山山水水缓慢地向后退去 黑色鸽子向永远不停地建足向着东南击飞 这是大河水系和长江水系之间的万千群山 这片群山在渭水南岸的百里之遥 拔地而起 横空出世 形成第一道高峰绝股 十人叫做南山 后人称为秦岭 天下水流从这道南山分开 北面的河流绝大部分流入黄河 南面的河流绝大部分流入长江 这南山变成了大河流域和江水流域的分水岭 古人将四条独立入海的大川称为四独 就是河 黄河 江 长江 怀 怀水 挤 挤水 四独的主要支流为八流 分别是渭水 落水 汗水 免水 饮水 乳水 四水 乙水 这四独八流是具有神性的大水 其他河川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其所以如此原也有两个 一是这四独八流都源出明山 河出昆仑 江出明山 济出王屋 怀出铜摆 八流中的遗水最小 而且先流入四水再流入淮水 是支流的支流 但因为它发源于神圣的泰山 所以积深于冥水之中 二则是四独八流 流经的区域都是王化文明区域 楚国岭南的几条大川 因在蛮荒山野 所以不能进入冥水 在四独八流中 最大的自然是黄河长江 古人为了表示 对这两条大川的敬畏 采用了独一无二的称谓 黄河叫河 长江叫江 其余河流一律叫做水 天下只有一条河 一条江 说到河字 那一定确凿无疑的是黄河 说到江字 则确凿无疑的是长江 在古人的观念里 山是水的生命之源 山水相连 山生水 水养万物 茫茫苍苍的群山 是天地的支柱 是一切生命的阳性之根 山将水分割开来 矿定起来 鬼斧神功般 雕出惊险奇绝的 峡谷险滩 千尺飞铺 将万千的生命姿态 赋予本无定性的流水 水将山拥抱起来 描绘起来 使曾鸾叠丈的群山 长青苍翠 虎啸圆蹄 鸟鸣花香 多姿多彩地 注立在天地之间 名山大川 相依存的地区 必生出天地灵气 孕育出超凡人物 留波着瑰丽的故事 黑鸽子飞进的这片茫茫大山 北晚黄河 南庸长江 从西北到东南 横耿千里 人济罕至 是天地元气 最为充沛的隐秘之地 当仙民们 还在穿兽皮 食野果的时候 有个被呼为神农士的奇人 在这片大山中 长遍百草 不但发现了许多可吃的野果 还采集奇异的灵草 灵花当作药材 年年月月的治病救人 神农士 牛头 人参 一步一步地从南山 进入这片无名群山 踏遍了这片大山的 每一个山头 每一道峡谷 回到人群 送药的时候 还要教人们耕种 为了登山采药 他发明了挖土的 磊和寺 他将这两种工具 传授给人们 使仙民们能够开垦荒地 耕种庄稼 不再忍急挨饿 年复一年的跋涉奔波 神农士终于累死在这片 莽苍苍的群山之中 再也没有回到人们中间 仙民们从渭水出发 进入南山 在这片无名大山中 寻找了多年 也没有找到 牛头人参的神农士 仙民们都说 神农士尝完了百草 采完了药材 教会了人们耕作 人间的事办完了 一定是回天上 歇法去了 从此 这片茫茫青山 就叫了大神农山 仙民们看见这片茫茫青山 就想起了牛头人参 坚韧博大的神农士 仙民们怕惊动神农士的长年 相约 从此不再踏进这片青山 成千上万年时光流去 这片青山就变成了 人际罕至的茫茫林海 淡淡白云下 秀风迭起 刺破青天 林木萧森 梨梨未未 峡谷俊绝 水流如带 全然不见人间烟火 唯闻长风掠过林海的 隐隐掏声 在这淹没一切的茫茫绿色中 没有人能够分清方向 没有人能够走出走近 这片无垠的山海 然则 那只黑色的鸽子 依然顽强地飞进茫茫青山的深处 碧蓝的天空 响彻着嗡嗡嗡的哨音 猛然 均匀的嗡嗡哨音 变成了尖锐的长笑 鸽子像一只黑色的剑足 冲向一座高峰的后面 一道绿色的峡谷 豁然展开 半山腰 露出了一片黄色的屋顶 黑色鸽子 绕屋顶飞翔了一圈 嗡的一声 俯冲而下 就在鸽子嗡嗡嗡 绕着屋顶飞翔时 院中走出了一个 长须有黑的中年人 身着粗短不一 赤着双脚 他走到墙边 伸手拍了一下 镶在墙体中的一块原石 笼罩屋顶的铜网 带着轻微脆亮的金属声 缩了回来 之后 他向天上打了一个响亮的呼哨 飞翔盘旋的黑色鸽子 便嗡的一声 噗愣愣落了下来 有黑的中年人亲切地笑了 焦明 来 吃点喝点 说着 在院中一块很干净的方砖上 撒下一把骨子 摆上一盅清水 焦明却只是咕咕叫着 不断地拍打着幼翅 不去啄骨饮水 中年人笑道 焦明莫急 我来取信 说着抱起鸽子 从他右腿下 解下一个小竹管 打开一看 中年人骤然变色 焦明 有大事 我要去禀报大师兄了 鸽子咕咕两声点点头 自顾啄米饮水去了 中年人刚刚走开 空中一只苍蝇 长鸣一声 剑一般俯冲下来 扑向鸽子 黑色鸽子在苍蝇 长鸣时便警觉抬头 苍蝇俯冲时 鸽子咕的一声尖叫 搜得 扑进墙上的石窟中 不断发出 咕咕咕咕咕的 锐急叫声 苍蝇一扑不中 疏忽展翅 飞出院子 在蓝天中盘旋等待 一个不一少年 闻声冲出 怒吓一声 何方恶蝇 竟敢闯我墨家禁地 看剑 怒吓剑 手中的小小弩鸡一扬 一只短剑 带着尖锐的哨声 急冲蓝天 苍蝇一声长力 坠向茫茫临海 少年自言自语 苦惑师兄啊 你怎的忘了 关上天网 说着 一拍墙上原石 屋顶的铜网 增增增展开 遮住了 碧蓝的天空 少年转身笑道 娇明莫怕 出来 黑色鸽子 扑朗朗飞出 对少年 咕咕咕叫了几声 又低头啄迷 安详如故 少年笑道 娇明娇明 师姐给你取这个名字 说你是五方神鸟之一 也 怕甚嘞 我去找师姐来看你 说完 急步走进了院子深处 片刻之后 一个不一少女 匆匆走来 啊 娇明回来了 鸽子兴奋地拍着翅膀 咕咕几声 飞进少女的怀中 少女抱着鸽子 抚摸着光滑 闪亮的黑色羽毛 揉声道 娇明 是从秦国回来吗 说着 伸出右手 向西北方向一指 鸽子咕咕两声 伸头看看少女 正在这时 那位少年匆匆走来 玄奇师姐 大师兄请你 速到义政堂 少女答应一声 放下鸽子笑道 娇明 姐姐走了 乖乖吃 便匆匆走了 玄奇自从和大父 在韩国分开 在安逸 依靠墨家据点 暗中掩护 魏央去了秦国 便到齐国 去找大父会合 爷孙俩 在林姿逗留半年 原想将逃离魏国的孙宾 设法秘密运送到秦国去 不想 孙宾断肢伤残后 身心元气大伤 客居大将军田记的府邸养兮 田记对孙宾竟如上宾 一时间根本无法着手 春去秋来 玄奇要回墨家总院 劝爷爷一起到大山中 盘缓歇息 一样天年 白礼老人却执意要留下 等待机会 说动孙宾去秦国 说这是他一生 为秦国办的最后一件大事 完了 立即到神农大山中来 爷爷曾是鬼谷子一门的要人 与孙宾有同门之缘 在齐国又多有故旧 相信自己一定能完成心愿 玄奇也不再勉强爷爷 独自跋山涉水 回到了神农大山的墨家总院 一年多来 他对秦国的消息知道的很少 只在林兹 听说秦国已经开始变法 而且势头很是凶猛 杀了许多人 他挂怀着秦国变法 但他更是挂怀着 落在心头的赢渠粮 从齐国归来 他很想选择从寒谷关入秦 再由南山进入神农大山这条路 顺便在岳阳看看他 已了浓浓思念 然则 林兹的墨家客栈 却给他带来了巨子的命令 必须尽快回到总院 有大事要做 玄奇像所有的墨家子弟一样 对墨家的事业终成无二 对巨子的命令绝对服从 一接到传讯 他立即改道从齐国入楚 从丹水静进神农大山 匆匆归来半月有余 他的老师也就是墨家巨子 却没有见他 代替巨子处理日常事务的 大师兄秦古黎 也没有交代任何急物 宣奇颇为纳闷 风风火火地召他回来 何以却动静全无 后来又在总院遇到许多 派往外地的师兄师弟 才知道巨子召回了 在外活动的全部骨干弟子 却没有接见任何一个人 隐隐约约的 玄奇觉得一定 有非同寻常的大事要做 他知道 在墨家的历史上 只有数十年前 援助宋国抵御楚国入侵的那一次 提前一个月集中了全部三百名墨家弟子 由大师兄秦古黎率领 星夜奔赴宋国守护 老师巨子则只带了三名少年弟子 进到楚国颖都和发明云梯的公书班 较量攻防谋略 那一次墨家全面胜利 老师战胜了公书班 弟子们则将守城战术传遍了弱小国家 非但挽救了宋国 而且大大灭了好战大国的弃眼 那一次墨家名扬天下 被天下诸侯呼之为正侠墨家 那时候玄奇还没有出声 但每每听到这段动人的故事 就感到热血沸腾 不胜向往 这次 难道也有了那样千载难逢的机会 玄奇一直在暗自揣摩 这次的对象是哪个国家 反复比较 玄奇认定是魏国 魏国的上将军庞涓 非但残害自己的同门师弟孙殡 而且穷兵独武 妄图吞掉魏国、削国 甚至企图吃掉中山国和韩国 伙同大国瓜分秦国 魏王大兴土木 兴建大梁王宫 劳民伤财 赋税大大加重 那个新任宰相公子昂 更是贪财受贿的高粱子弟 使魏国变得腐败不堪 这些作为 墨家称之为恶政 比暴政更甚 按照墨家 诸暴去恶 兼爱非公的道义准声 那是丝毫不能容忍的 要在以往 墨家早就出动了 也是老十年高 墨家在进入战国以后 有所收敛 才没有对魏国动手 但玄奇也知道 老十一直在寻找 重振墨家政道的时机 震慑像魏国那样的强国 能为天下伸张正义 能大灭恶政与暴政的气焰 何乐而不为 要诛杀旁娟 公子昂和魏王 玄奇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主动请命 为天下除去这帮恶政之徒 听到大师兄召唤 玄奇的心中猛然一动 心中闪着纷纷乱乱的念头 急步向山腰的义政堂奔来 墨家总院是神农大山中的 一座神秘城堡 自老墨子成名时算起 于公移山般经营了四十余年 才形成了完整的规模 这座城堡在千山万赫的茫茫临海中 确实小得难以发现 但实际的房屋数量 却抵得上小诸侯国的一座 三里之城 五里之锅 这座城堡依山而建 每边十墙 长一里 内中共有八百六十四间房屋 六十四口水井 四百多亩耕地 和许多个秘密石洞仓库 墨家子弟足不出城 即可以在这里永远生存下去 墨家崇尚百宫之处 老墨子和每一个弟子 都是第一流的宫师算师 将城堡建得坚固实用 而且机关密布 等闲大军也修想接近 这座城堡的每一构思 都有实用意义上的讲究 高处房屋的屋顶 全部涂成黄色 是为了分布在天下的 一百多只杏鸽 能在茫茫临海中 准确找到落点 屋顶之下 全部涂成绿色 是为了迷惑 能够纵窜跳跃的 猿猴 山猫等野兽 整个城堡的院落屋顶 全部拉起铜网 是为了防备空中的猛禽 袭击杏鸽与猎犬 城堡内的所有房屋 都用山石砌成 尽量建在树丛或山岩之下 除了坚固和冬暖夏凉的好处 就是隐蔽 在高处看 除了用作杏鸽落点标志的 几座黄色屋顶 很难发现大片的房子 重要的所在 则都设在有秘密通道的石窟 玄奇要去的义正堂 是墨家的核心重地之一 是一座极为隐秘的宽敞山洞 玄奇到达时 墨家的子门四大弟子 已经全部到齐 只差他这个最小的子门师妹了 墨家子弟的排行贝次 与天下学派大不相同 寻常学派或者建士门派 贝次严格 师臣关系按照血缘关系 类比排列 分为师祖师爷师父学生既代 同门旁系则称师叔祖师叔等 一个学派就是一个 严格有序的家族序列 墨子兼爱天下 所有求学的子弟不分贝次 一律互称师兄师弟 全部墨家只有墨子一个 被称为老师 学生的被刺排列 按照地支分为子丑银卯 四个梯次 分别称为子门丑门 银门卯门 梯次的划分 不按照进入墨家的 先后和授业的顺序 而是按照学生的才能特长 与职守划分 子门弟子很少 均是文武功三方面造诣很高的资深弟子 丑门弟子以修文和变物 及后人说的科学为主 都是些有奇思妙想的特异制裁 银门弟子以兵学 不是单纯的剑术武功为主 是墨家实行非公防御 和诛灭暴政的主要力量 卯门则全部是少年弟子 边耕耘边休息 长大后士气特长 分别列入各门 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 第八章 政侠发难 感谢您的收听 下一期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